而我们看到学生反服貌抗争行动 得不到马政府善意的回应 让越来越多人一块走上街头 不但有家长特地带小孩从台中北上夜宿 也有新人特地到现场拍婚纱来记录历史 另外有车队特地动员十多部车 到现场送一百箱的矿泉水来声援学生 一千集中在放这边 十多辆改装车突然冲进立法院外头 所有人吓了一大跳 还以为又有人要来闹场 没想到门一打开 竟然是送来一箱箱物资 不满马政府的作为 民众以行动全力相挺 现场进座人群中 还有不少滋嫩的脸孔 孩子们跟着家长一起来声援 自己二十几年前是坐在中正庙的 所以平常也会跟他们所有的历史 只要提到的我们知道都会尽量跟他们 我本来就问他自己的意愿 他就有想要过来 要帮助台湾然后帮助别人在这里的人 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跟他们一样 看到哥哥姐姐的表现连孩子都被感动到 只是抗争行动进入第六天 担心大家撑不下去 有家庭干脆想出轮班政策 除了全家大小总动员之外 也有拍婚纱的新人 临时决定把取景地点选在立法院 昨天晚上临时决定 应该要审慎的去审查福茂的内容 我都听老婆的 所以问他就好 其实是支援学生 声援学生们 他们很伟大 然后来做一个那个记录性的一课 台湾加油 要把民主行动加入人生大事的记录里头 全民一起反福茂守护台湾 密室新闻终后报道 好 就像我一样一样一样的